传北京取消中考光通说法来了 最近有些传言满天飞 说是免中考招生政策能够哪些 新中考改革后毕业升学二考合一 2017年以来北京市全面有限有期推进 2021年起中招工作全面实行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初中毕业考核中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合二为一 就是这个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科目分散在初二初三两年中 科目课程结束以后随教随考随清 免中考并非取消中考 探索多元招生录取方式 2022年在东城西西城区 部分高中开展登记入学实验 继续推动实施一加三人才培养实验 满足一定的条件和要求 可评综合素质评价情况 获得高中录取 无需通过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分数 要求评价达到B级以上 地理生物科目捐面分不低于42分 总分70分 如果是登记入学录取的 他就不再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既为合格不合格 不再参加中招志愿填报和其他招生录取